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舞跟基督信仰的关系 它在结合跳舞跟信仰生命的历程 同时也会聊聊近年越来越多人谈论的艺术宣教 到底是什么东西 Eric 你好 董牧师你好 其实Eric 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要不要自我揭露一下 好 其实我是华福的前童工 也是未来会进去重济神学院去练神学的神学生 是 所以你是等我一上任你就马上要离职 你是针对我吗 还是是你上帝对你人生有些带领 没有啊 其实我很期待可以感动物事的合作 只是思考了我自己的侍奉的道路 有一个确定而已 好 没关系 刚才这段刚好收音不清楚 所以我们会直接剪掉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跟Eric有很多的同工 包括在做这个podcast 一开始其实Eric也参与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你的另外一面 就是舞蹈在你生命当中 其实扮演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你可以谈谈你自己的信仰的路程 以及你在跟随耶稣的路程当中 是怎么和舞蹈扯上关系的 我是在基督教的环境下的 我从小都是回教会的 所以我很小时候我就接触到这个信仰 在香港的教育环境当中 我就会发展各种的兴趣 这我小时候我是踏乒乓球 然后之后讲到了就踢足球 玩这个戏剧 drama 但是进到了大学之后 我就接触到跳舞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有跳过一阵子 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occasion 可能是chear team 在你的athletic meet 这是运动会里面的时期 但是我是没真正去发展这个兴趣的 但是进到大学之后 我就看到在舞蹈学会的学长们 学姐们跳得很厉害 我就去结束 然后就越来越喜欢 一直跳到现在 我主要是跳街舞的 我是跳locking的 对这个就是我一直成长 然后接触到舞蹈 但是其实要说舞蹈跟信仰的关系的话 其实我会说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去韩国交流 我认识了一队全职的舞蹈的宣教队伍 叫做mentor 然后在里面我很受感动 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兴 然后我决定回到香港 我要把舞蹈跟司奉跟信仰放到一起 然后就加入了 也认识了现在我在扶持的机构 叫做D.O.G.POWER Stand for Dancers of God 对 是一个带职事奉的队伍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是 像你刚才讲说你是跳街舞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一般我们讲到跳舞舞蹈的时候 大概有分哪些类型的舞蹈 在舞蹈方面 其实会有不同的类型 因为这跟历史的发展会有关系 可能有一些是 就是巴雷舞 然后标准舞 然后拉丁舞 他们有他们的发展的历史 然后我跳的街舞 比较是从美国黑人的文化来 就是Party 也是如果是Hip Hop Breaking的话 也是会牵涉到可能 甚至是半派一些的文化里面去建立 也是在Party里面去建立的一个 就是在街头 在Club里面跳 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然后就变回了 很多的主流也有这个的文化在里面 但是在街舞以外 天台舞啊 芭蕾舞啊 标准舞啊 还有民族舞 每一个民族也有他很特别的舞蹈 其实要说舞蹈的历史 我也说不准 因为我相信人类很早 就会有用肢体配合着音乐 来表达自我的方式 只是在不同的文化的发展底下 就会有不同的舞蹈的出现 那你自己是针对每一种舞蹈都有兴趣 还是特别针对这个街舞 让你感到有兴趣 那如果是特别针对街舞的话 是什么东西吸引你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嘛 都是表达的方式嘛 那如果你是特别被街舞所吸引的话 有什么元素特别吸引你的 我会说啦 因为街舞是一个非常帅的东西 首先都是一定是啊 在大学的时候 那要跳得好才是帅 我跳就很好笑了 也是啦 但是就会看到别人帅 就算学起来了 但是我也不是说自己跳得帅 就是会想去模仿 然后你就会学习 然后你就会发现里面的 比帅更多的文化跟东西 你就会热爱一种兴趣 我觉得兴趣的发展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是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动起来的人 所以我就会去接触 不同的运动跟舞台 我以前就做drama 因为小时后男生就不会跳舞 但是想大了 发现有街舞 很多男生跳也很帅 然后我就去跳 但是我跳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也接触过不同的舞种 现代舞啊 一些民族的舞 也去过一些可能是workshop 但是得确我会说 不是我很想去进一步发展的领域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领域是感痛的 就是你在别的舞蹈 或是别的艺术层面 可能是画画 可能是音乐 你会去复复自己对艺术的了解 跟你的想法 然后会有更好的表达跟作品出来 想到舞蹈跳舞 或特别是街舞 可能一般人的印象就是 它是一种休闲娱乐 或者比较跟得上流行文化的教会 也可能会用它 好像是一个很酷很炫的表演方式 吸引别人来到教会 那你怎么看街舞跟信仰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十年前我们在谈这个的话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街舞 跟我们的信仰是违背的 但是今天你走到这一步 你怎么看街舞跟基督信仰 其实首先要说舞蹈是什么样的东西 舞蹈是一个艺术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跟场合 会有不同的作用 有些人是一个表演 有一些场合 可能在一个party 你是社交 或是你是比拼 你在battle 或是你在个人舞蹈的时候 你是一个个人的默想 我先不说信仰的层面 这个是一个舞蹈 可以用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里面 然后对有些人 他是一个兴趣 他是一个娱乐 他是一个他想去发展多一点点 或是去接触多一点东西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他是一个职业 或是一个事业 或是一个医生要追求的东西 这跟所有的艺术也差不多 然后回到舞蹈和信仰的关系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本职的层面 这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机构 在一些的工作坊有分享到的 首先我们会觉得神是艺术家 这个我听了就是之前 听到冯俊南部式的分享里面 其实也是说到 神创造的世界有美感 美的权杂 这个是beauty 它是里面有感性 有insights 有一个的sense在里面 也我们相信 相帝在创造这个世界 跟他一直在这个世界的周围 是有美的权杂 所以神是艺术家 他把艺术这个sense 这个concept带到这个世界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身体 是被神创造 因为舞蹈就是一种 用身体来表达的艺术 对基督徒而言 我们相信我们用身体去跳舞 一方面是感谢上帝的创造 也是一个全人敬拜的方法 因为基督教的发展 跟我们一贯的模式 我们都是用说跟口腔 唱歌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 也是可以用来回应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可以把我们对上帝的想法 去透过一个字体的语言 表达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相信 敬拜竟然是人跟相组的相遇 其实舞蹈敬拜 只不过是让它变回了一个动态 表达的相遇的方法 让我们在这个相遇里面 运用了我们的身体 我的这个是一个本质的东西 然后practical的东西 就可能是你可以用来 创造一个有信实的舞蹈 或是我个人在祷告的时候 我是一个dancer 我想表达自己 或是我透过舞蹈去 让我和医生的对象 建立的关系 这是更多我们会把它说 舞蹈如果你要放在施工 放在敬拜 放在宣教 是一个怎么层面的东西 OK 所以你基本上把它区分成两个 一个是舞蹈跟信仰 本质性的关系 第二个是舞蹈 作为一种信仰表达方式 它有哪一些实际上的作为功能 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 对 就是一个是本质上 就是insider 一个是一个就是 你可以说是practical 或是presentable 这个东西 我很好奇 那这样听起来 其实跳舞就很像是一种语言 我们用语言来表达 对上帝的赞美 对上帝的情感 舞蹈其实也是一种肢体的语言 那每一种语言 比如说你讲广东话 你讲普通话 你讲英文 它背后有些文法结构 有些语言 你可能特别容易表达 某一种类型的情感 然后另外一些语言 可能特别容易表达逻辑方面 你觉得舞蹈 作为一个语言的话 它让我们更容易表达 什么样的信息 或者是表达 跟我们言语 一般嘴巴上讲的 言语的这种语言 你觉得舞蹈作为一个语言 它可以补足 言语这个语言 哪些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舞蹈 楼白的地方很多 OK 还有它的情绪 跟感觉 带给人的能量 Energy 跟一个的power 是很强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艺术也有它的独特性 我觉得不可以去比较 或是你觉得 哪一个艺术可以表达什么 但是因为它的独特性 可能我们唱一首歌 有它的歌词 我们会被引掉 去某一个想法 或是怎么一个解读 但是舞蹈一个作品 看你怎么编 你可以编得非常的具体 把一个东西 显现在台上面 或是你可以有一个 感觉性的作品 然后让读者 让看的人有它的解读 但是它比起一个画画画的话 它又是一个有实践尝到 有音乐 有直识性的震撼 一个真人在你面前 给能量出来演出的一个东西 不管它是在solo 或是一个有编排的一个作品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 是可以带给人一些不同的感觉 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 其实我第一次人生当中 被舞蹈吸引是踢踏舞 然后就看到 哇踢踏舞不只是一群人很整齐的 也可以融入在戏剧当中 然后可以呈现两个人的battle 在对战 或者是可以呈现一个群体当中的美 那但是我为我自己个人问 我有个困扰 比如说像我并不是先天肢体 特别协调的人 其实在没有人的时候 我听到音乐 我会跟着音乐摇摆 然后我也会想要跟着音乐 用身体来表达我的情绪 或者跟上帝的赞美 可是当我旁边有人的时候 我就不太敢 可能也是因为从小长大 大概每次跳舞 得到这种嘲笑的回应 会比欣赏 会觉得哇好帅的回应来得多 那对于像我们对种 好像先天肢体 没有那么协调的人 你觉得我们怎么样 可以学习用舞蹈 不是说我们不想用舞蹈 来敬拜来表达 而是好像在这个social norm 就是一般人的眼光当中 好像有些人像我们的舞蹈表达 就可能不是那么的美 或者是那么的帅 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是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这种人说吗 其实首先我觉得 董布斯你很帅啊 我觉得你跳舞起来 应该OK的 好 你没看过 对我没看过 好 那么我觉得 刚刚你说的问题 不是舞蹈的问题 是长河的问题 OK 是环境的问题 因为某一个环境 我跳舞 我都是在台上面跳 如果今天一个崇拜 在一个舞蹈作品上去 不管你是要给message 或是表气氛 我会有压力啊 我都不会跳舞 然后Eric排了一个舞蹈 我是一个平行球 我学了 我一定要练习啊 不敢不敢敢去 弟兄姐妹面前跳 但是这个只是一种点 表达方式 就是你把一个的感觉 或是message 带到台上面 分享给台下的会众 但是如果我今天 是做一个工作荒 其实我们的机构 有一个workshop 叫做dance player 我们跟非舞蹈员做过 我们也跟舞蹈员做过 就是非舞蹈员 就让他们想一些动作 可能是站起来 桌上 可能是一个很短的period 他们做了一些 然后我们dance 按照他们做的动作 我们做回应 就是在那个时期 用字体去表达 在那个场合 其实你不会管别人的目光 因为你不是在表演 它是一个房间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祷告会 如果是一同开声祷告的话 你也不会太理会 别人在说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 要回应我们dance 我们会留意 但是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其他都不会管你 那么你就会很放开自己 我刚刚也是说 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是刚刚整体来说 抽空来说 那个不是 因为你会不会跳舞 其实你在一个club里面 你跟音乐摇摆 这个也是跳舞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想跳舞 我们就想到舞台 这个就有压力 所以这个是环境的问题 嗯 OK 是 是 你这样讲 就让我想到 用语言的类比 就是我们用语言讲话 也有分在演讲 公开演讲 对对 跟私下对话的差别 那每个人都可以讲话 每个人 一般来讲 我们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 但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适合去做演说的人 或者是可能需要经过一些训练 才能够在一些场合里面 合一的来表达 我可以也问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 讲到跳舞 特别在华人文化当中 我们对于艺术的发展 常常小时候 如果小孩子喜欢跳舞 喜欢艺术类的话 可能我们做家长的很多时候 或者我们自己在当孩子的时候 也会听到老师啊 家长给我们一些声音 就是跳舞不能当饭吃 你要学习做正事 我很好奇 当你在大学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舞蹈 你也提到有些人 是以跳舞来作为他的职业的 你觉得以跳舞来做侍奉 真的能够养活自己吗 你自己走过来这个历程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张力 就是舞蹈 好像要用它来赚钱 养活自己 是容易的吗 还是其实真的是像我们从小 所收到的这种资讯 是很困难的 嗯 我会说 在香港不容易啊 首先 OK 是 我会这样说吧 刚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跳舞本身 可不可以用来 赞取足够的收入去养家 另外一个是 跳舞的私奉 他可不可以成为拳击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校感也有拳击的舞蹈员 一个拳击的舞蹈员 他可不可以成为拳击 其实很看他的收入 然后收入就看收入的来源 来源就会看 他本身是跳一个什么的舞踪 他会想做的事情是演出 是教课 或是办一些文化的活动 因为这是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收取到的收入 是不一样的 当然本身 你一定要有实力 就是你有实力 你这自然会有人 邀请你去演出 编舞 教课 然后你有足够的学生 然后你就会有收入 然后你收入足够 就可以全集 在香港 我说不容易是 不只是舞蹈啊 就是任何的艺术 在香港也有很多是 有一个工作 然后他也在 我不是说很兴趣啊 他真的很用力去发展 他的教课 他的演出 然后他是有一个水平的 在圈子里面 但是只是他因为养家 因为对人生活 香港很贵的东西 他需要兼顾 但是有一些人也是全集 这个就是很多艺术工作者的东西一样 这个我就不太详细说 这是我相信大家要找资料 要问比我更专业的人 问我的跳舞的老师们 他们会更清楚 但是说到舞蹈的师奉 这个东西的话 那香港有没有人来做收入了 有的我认识是 主要的施工模式是教课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因为你教课 你就有一个稳定的学生群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么我刚刚说我的机构 DOG Dencers of God Dopalo 为什么我们是代职的师傅 我刚补充一点 我现在是总干事 但是我是义务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9月我就会卸任 因为我要去神学院了 因为我们的施工的性责 对 都是我们的nature 我们是去教会 学校 做布道会 然后去做workshop 然后我们甚至会做一些社会服务 监狱 女童院 特殊学校 这次我们都是自由奉劝 甚至是不受惠的 有一些我们去教会 去学校 我们会受惠 因为这个我也相信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的模式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短线 所以我们没有心经 对队员来说 只是有两个的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很有弹性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定期的基础 或是定期的pressure的压力 我们的施工的安排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不同的社会服务 就是因为我们一群人 大部分的资金 也是用来做施工 对 有一些用来做行政这些东西 但是这不用去处理人的问题 但是你会说 那么时间呢 坦白说 学校不会每一天也有步道会 你可以每一个星期有教课 这个就是我们配合香港基督教圈子的特质 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侍奉 我们不是为了要养活自己 或是满足自己 我要用舞蹈侍奉 然后做一些事情 是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我们不一定要全职 甚至因为我们带职 我会这样 个人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见证 在全职里面 不是说全职不好 我是全职业 我非常佩服他们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 然后也可以让对颜 他们更加有ownership 更自愿性来做不同的东西 更做一个工作 真的心态会有一点不一样 谢谢你让我 从个更宽广的角度来认识跳舞 我觉得从外行人来看 可能想到跳舞 想到舞者就是一个样子 可是你刚才其实讲到 舞者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不同的形态 也让我想到Timothy Keller 在谈到vocation的时候 他讲到说 其实不止在香港艺术家生存 要靠他养生是困难的 包括在纽约 他说很多的艺术家 不论是画画还跳舞或音乐家 他们白天需要去做一份工作 好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用艺术来服饰 用艺术来创作 用艺术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那所以听到这边 我觉得有很多的共鸣 讲到这里 我想就换一个 等于是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 近年呢 有一个词常出现 叫做艺术宣教 艺术宣教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了解一下 什么是艺术宣教 或者是当我们讲艺术宣教的时候 一般人在讲的是什么 其实艺术宣教 这个也是我们很强调 当然我们的队伍 就会强调舞蹈宣教 这个的东西 但是也是里面其中一环 首先我们先问 什么是宣教 哇 宣教就是 这个可能董博士 比我更清楚了 在华府里面 我有学习 对我而言 我一个很开阔的 一个的说法 就是我觉得宣教 是关系建议 这是人跟相帝 建议的关系 非信徒 未信者 跟信徒群体 建议的关系 就是因为宣教就是希望把人带到信仰里面 是他认识了相帝 然后他进入了群体 然后在他里面成长 问题 那么艺术宣教就是怎么样透过艺术来建立这个关系 帮助这些关系的建立 那么我比较多是用舞蹈 我就用舞蹈作为例子了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舞蹈跟信仰里有说practical实行上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觉得舞蹈有两个作用 是跟宣教是挺有关系 第一个是他突破了语言跟文化带来的差异 我们去短线的时候 我们去的地区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沟通 但是坦白说文化不一样 你一谈就谈 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的意义跟目标 有没有一个 谁会说 但是很多时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的最上很多社会是舞者 因为我们去哪一个地方 是有一个的跳舞的video 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 要跟我们合作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是跳舞 他也是跳舞 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cypher在接舞 这是围圈 轮流去收入 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们跳了之后 大家自然心就会打开 然后人就会分享他跳舞的历程 他去比赛 他没有突破 他有struggle什么什么 一个人跳舞的历程 是跟他生命的历程是同步的 因为这个是我跳舞 我就会理解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不会跳得好 或是我跳出来的东西 就会是不开心的 或是我都是不想练习什么什么 这个跟我的人是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心就打开了 彼此就更愿意分享 然后彼此的生命就会召集 这个是比较深的 就是我觉得进一步的 退回来说 其实我去一个学校 现在年轻人 我去个监狱做步道会 他们年轻人就已经听过了很多遍 他们就不喜欢 不是在台上边再说来说去 或是唱来唱去都是那时歌 但是一个舞蹈的作品 它可能是有message 它可能是一个有感觉的作品 它做回观众 它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观众了 我就看你们学校每一年也三遍了 我看你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觉得不一样 他更愿意去聆听或是楼翼之后的环节 我这个就是打破了一些差异 另外一个就是跟所有艺术也有关系 就是我们常常说有载道的功能 在做一个的道理或是一个message的功能 你说承载的那个载道 承载 对不起 我只是要确定我的理解是真的 谢谢东布斯 对 就是承载一个的message 所以呢 艺术彼此的文字 它有它的局限性 它不可以很准确 但是它更可以碰到一个人的情绪 刚刚说的楼白 就是让有观众自己解读 我们试过有一次我们队伍去跳一个 然后回到盼望的一个的舞蹈 很感觉性的 有一个很significant的动作 很标志性的 就是它把一个的手 马手放下 就是代表枷锁的方向 然后我就问他们哪一个最深刻 因为舞蹈会之后有一些机会跟会中去沟通 他们每一个人的解读也可以不一样 有一些人觉得是架属 有些人觉得他是压力 有些人觉得他是无奈或是痛苦 有些人甚至是觉得是社会的东西 这个解读是跟每一个的观众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环境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最大的力量 是让圣灵直接透过这个媒介跟人说话 我刚刚说他有局限性 对 因为他不可以把一个整全的福音 很圆确的带出来 所以我们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会有说品 也会有见证 也会有心思 但是配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 或是更达到一些 本来比较达到的内心里面 有点像是透过舞蹈 创造一个交流的空间 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 我们可以更丰富 用其他的方式来互相的表达交流 而不见就是舞蹈 他可能没有办法像语言一样 很精准准确的 把一些道理 把一些叙事讲得清楚 但他可以把语言所没有办法传达的一些情绪感受 或者是能够很深刻引起人共鸣的地方 给引出来 这样子让语言的交流 跟情感上是更 好像是更 complementary 互补的 是 没错 那我觉得到最后 我也可能也想问一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可能是帮自己问的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老大呢 他就是非常逻辑思考的 他的兴趣就是看书 那我的小儿子呢 其实他对身体的协调度非常的高 然后也非常喜欢用他的语言肢体来表达 他可以劈腿 他可以做很多的动作 但是音乐放起来 他就可以随着音乐 我觉得就觉得说 好像他自己就可以编舞编的 让我觉得说很impress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发现 在华人的教育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看中的是 懂得逻辑思考的 懂得考试考的好的 但是对于有很多其他不同兴趣 talent的孩子 好像我们都会担心他的学业 但是其实上帝也把这些talent 这些特质给不同的人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 特别是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 他也希望他可以把 好像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一些talent 献给耶稣 能够来成为他服侍的方式 对于这样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这个也是我们去做 一些的workshop之后 Q&A常常受到的问题 我是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不是要别的地区 但是在香港 大家也会觉得要读书 要找好的工作 然后兴趣就是兴趣 然后当你有兴趣的时候 然后你本来是兴趣 你就觉得好啊 我就放在一起啊 或是你看到有一些 好像我们这样的人 有一个队伍 做了你就觉得 哇很特别耶 我的社会没有耶 我们要学这个东西 我听的最多是想说是 我觉得哪一个兴趣技能 本来的东西 或是圈子 我有点担心 我要进去去 在那边锻炼 可能很辛苦 可能哪一个东西不是我习惯 我可不可以在一个比较 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去做 这个坦白说 我会有两个建议 首先刚刚董博士说的 有一个兴趣或是技能 然后你想把它放到心眼是风 我觉得你首先要把本职做好 我也不是非常专业的舞蹈员 我现在还没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 co-en-co全道人 但是我自问 我对两个我也是很热爱 有热情 很认真去对待 以舞蹈为例 一个好的舞蹈的私奉者 他本身一定会使唤舞蹈的 周四没有信仰工作的机会 他也会在舞蹈里面去学习 经受发展投入 可能参加比赛 可能参加不同的课程 可能去到外国去学习 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别人想说 我想去一个基督教的环境 去学舞蹈 我就反问说 但是舞蹈这个历史跟它的本质 它一定会牵涉到 不只是我们信仰 这是我们信仰以外的东西权战 因为它的历史发展 不只是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东西而已 然后反过来说 你觉得你本来在教会不太投入 或是投入一点点 然后看到这个特别的东西 你觉得很适应 你想做很多的话 我会反问说 那么你是真的想做宣教也好 在牧养青少年也好 你真的想做这个私奉吗 我在教会 我大部分的服饰 也跟舞蹈没太大关系 这是我从小而来 我刚刚也说 我是跳舞 跳到两年到三年 才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 我本来在教会也是 去短线啊 造主义学啊 这样的东西 但是里面你就对生命工作 有一个热情 当你把这两个东西 建计下去 你自然会找到方向 我很难去秒说这个东西 但是我的经历就是这一个 当你把两个 走到某一个地步 这个程度 上帝会帮你放在一起 然后你就会找到 你要去的道路 特别如果你这个 我想是兴趣的私奉 不只是想做一个配合者 可能教会有一个 跳舞的演出机会 我去做一做 你真的想做一个推动者 做一次创新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两个本质 去了解 去做好 因为你认识他们 你才会产生 医生跟方法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谢谢你Eric 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 能够听你谈 我们一起同工了 一两年 很多时候是在事物性上面同工 但是认识你越多 也看到上帝对你生命的带领 包括你前几个 在八月初的时候 就卸下在华府服侍的工作 今年九月要去神区院读书 其实Eric我也很想问问你 从使命门徒一开始第一集 你就开始参与在当中到现在 如果面对使命门徒 这个podcast的未来 你建议我们可以谈 什么样的主题呢 或者你有没有建议 我们可以邀请 什么样的讲员呢 我觉得可以邀请 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 我是神学生 我觉得真的邀请神学生是不错的 这是因为他一定有他私奉的想法 因为他只要进入了 他可能会想象很多东西 有一些想象是只是可以成为想象 有一些想象是真的可以成为私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inspiration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是想访问 刚刚我是做舞蹈的私奉 只是我有一个点 我忘记了分享 这是我觉得最后哪一点是 我说要说 如果你想把一个东西成为私奉的话 你要在哪个领域也要发展 但是牧者的找事 就是在这个过程去陪伴哪一个信徒 这是在他发展的东西 他没有离开信仰 我就是在一直在外面跳的时候 我没有离开我的信仰 我才走到今天 然后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牧者 如果找到的话 这是跟年轻人相处 我不是说年轻的牧者 但是在年轻工作做得非常好的牧者 我觉得这个也是 可以有很多故事里面去分享 就好像之前也访问过 郑立信牧师 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信徒 我觉得这两方面 是我也挺有兴趣的 是 今天再次很高兴 可以听到Eric分享他的路程 而且我相信他的旅程还没有结束 或许将来五年十年之后 你也有新的故事 祝福你在前面的路上 能够连接更多的伙伴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彰显基督福音的丰富 再次谢谢你Eric 谢谢董博士 谢谢Eric的分享 也让我们更开阔眼界 看到今天的年轻人 如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宣讲上帝和好的好消息跟福音 下礼拜我们将邀请到 台湾行报的副总编辑 也是负责国际新闻的 秋木天传道 他将跟我们来谈谈 我们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关注的阿富汗的局势 带我们回顾阿富汗的历史脉络 从个更立体的角度 来认识阿富汗 以及阿富汗的人民 盼望普世的华人教会 在关心阿富汗的时候 我们更认识聆听 更认识他们 以至于上帝赐我们智慧 来关怀 来参与阿富汗的建造 并且为了上帝的国度 让福音能够栽种 在阿富汗的人民心中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